台北市政府爆发了性骚扰治案 一名公园处驻卫警性骚扰女性职员 时间长达了五年 有多达六名女性受害 这名驻卫警不但会用言语骚扰 还会碰触被害人的身体 有受害人在今天出面还原了被骚扰的经过 讲到了伤心处激动落泪 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承诺 劳动局将重启调查 在一周之内公布陈处结果 绝对不会包庇任何人 整个事件中没有人给我们一丝的关怀 只有不断的质疑我们的出发点 与代威胁的告诉我们 不要再找议员申诉了 议员他都很熟 类疏遭行骚经过 两名受害者停生日出 指控被市府公文出驻卫警 长期对他们言语骚扰 受害女性多达六人 多次传暧昧监誓 甚至毛手毛脚摸臀息凶 让被害人心生恐惧 犯师傅下夜睡不好 长达五年时间 商报主管却置之不理 只要求这位驻卫警 上下班到南港去打卡 这叫什么调理啊 去年11月受害者联手提出申诉 虽然在11月底 将驻卫警调离原职 却没有严格限制 让他多次回到原办公室 12月中公文出竹笔 还揭露受害者的姓名 被驻卫警得之后恼羞成怒 将受害者反锁在铁门内 进行报复 夸张行径 被市府第一时间的回应却是 议员时间是发生在客市府任内 当时相关议员人调离限职 在程序中有受到惩处 做广告词句啊 OK 华山之后还在你们府内 推给前朝科市府引爆议员怒火 主管机关公元处也不在状况内 朱卫警已经调离原来的柱地 没有我们了解的情况是 他总共只有回去三次 那就是有回去啊 公布受害者名字的公元处 逐密记者会时省影 被巡时被点名上台 也只是呆呆站在市长后方 也疑似没上报 因为北市府劳动局 一问三不知 你有什么时候知道这件事啊 昨天 一周内就会调查 就会厘清相关的事实 绝对不允许官官相护 迷途风波烧尽台北市府 即使多半发生在柯市长任内 后续处理不敢轻忽 接下来李宣张远姐台北报道 你能够达个币欧尽台北市长任内 揭坏 真似你 你